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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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 刚才这两位兄弟打得很精彩啊 接下来就是我们下一场了 首先是我们牛阵 牛哥这边出场的 洪小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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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哥这边派出的是球要五 五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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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比赛专续开始 好 好 好 杨虎 上 杨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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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马洪 杨虎 得了 这下猪三彻底不跟咱们来了 这样最好的 他也就是小兄弟 嫉妒 嫉妒什么 嫉妒二姐跟你啊 你想想 二姐八面玲玲 路子广 你手里兄弟最多 是不是 他有什么呀 他也顶多是 在我们面前提提他哥 话说回来 人都没理 提得有屁吗 他哥再又怎么样了 免他哥来试试 他脑子里装的全是大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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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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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生葛事 重养我 是 是 加油 怎么样 这回赔多少啊 没有 你还没下出啊 我才不信呢 下 我下的也是你那边人 我操 我们下游到 我快点就过去 我快点就过去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点事想跟你聊聊 来 坐坐坐 什么事啊 听说 前两年旅馆被劫的时候 你也在对吧 我在 我听说你躲过一劫啊 别提了 幸亏我躲房里没敢出来 要不然是损失可大了 我听说 李平被降奸了 是不是挺熟的呀 你听谁说的 我跟你说 李小点声 小点声 我听好多人都这么说的 你别听他们嚼舌头跟子 我跟你说 绝对没有这种事 他们这么说 那就是对李平的污蔑 我还听他们说 当时你就在李平的房间 你是不是看到你结肥长什么样了 陈师傅 你知道你说这话什么后果吗 诽谤 诽谤你知道吗 要不要我给你讲讲诽谤是什么意思啊 是 我承认 我和李平关系走得比较近 那可能有些人看着不太顺眼 毕竟我是已婚男人 这我都能理解 可陈师傅 你说这一国他乡的 相互照应一下有什么不对吗 你可能误回我意思了 你们俩什么关系 我一点都不想过问 但是那天那些匪徒 是蒙着面的 可能只有你和李平 看到了他们的样子 你也知道 在这边如果没有人作证的话 就没有办法起诉 你不会就这样 看着李平白白地说委屈吧 那你们干吗不去问李平啊 再说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这意思是 让我们直接去问受害人 不管怎么说 这事我很清楚 他绝对没有被强奸 行 那不打扰 你先忙着 来 听说 你说 那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去哪里 告诉我 去哪里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多少钱 五十美元 五十多元 我们有钱 没事 当然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都是我从中国带来的 没有问题 我们两个 两个 两个 没事 没事 两个一百美元 你等一下 你们等一下 什么 那个 你能把钱给我换一下吗 为什么 钱是假的 怎么说 发质的钱 你听说 我们就带了普通货带 自拍摄的灵状 你给了我们 这是最好的 我给你的是真钱 这就是假钱 你认识吗 你在这边 这是假钱吗 我会说 你会换一下 我会换一下 你会看 我们来看看 哎 哎 哎 您叫我吗 会说人话呀 有什么事 我跟这哥们儿我们俩出门没带钱 想光你们俩借点 坐车回家 你怎么拿呢 钱要求我 你给我钱 我家里忘了 我们没有钱给你 没关系 有东西也行 你以此是想吓我们 你要想这么理解也行 你怎么说 你想捉捉我们 你们两个鲜鱼 捉捉我们 你们会 好的 我们就俩 你出品 我不会 你做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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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 你做什么事 你却做什么事 你只是加弹吃 你做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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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M 我做什么事 你做什么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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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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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几个赌场都正常不就找着了 在俄罗斯 赌场是合法的生物 当你走进那些华丽的建筑时 你会看到和外面完全不同的 另一个俄罗斯 只最金迷的俄罗斯 远道而来的中国人 恰恰正是这个世界里 最为需要的金主 当一个俄罗斯人进入赌场区 要花费二十美元 而一个中国人却可以免费出入 享受中餐的时候 你就知道 中国人在这里花费了多少财富 当然 这些人不都是商人 你还钱 你要借一监 二姐 很少见你来这种地方 发财了 我不像姐 我不厚的 手机也没你好 就瞎玩 可我听说你最近运气不错 不玩几把说不过句了吧 行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不都说嘛 学好不容易 学换一冲流呢 给你介绍一下啊 二姐 在莫斯科你要是不认她 寸步难消 二姐 您好 太客气了 怎么称呼啊 耗子里认识她 小陈 叫我小陈就行了 幸会 幸会 我们这少一人一块玩吧 好啊 坐 别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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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你住在哪儿啊 四海旅馆 听说前两天四海旅馆出事了 抢劫 幸好那一碗我不在 知道什么人干的吗 听说都戴着面罩了 我也没敢气愤 这个俄罗斯 忒乱 我都想换个地方住 三哥 有没有什么好地方 给我推荐最近 好地方 哪儿都一样 除非啊 你住大师馆去 大师馆 我跟你说 我呀 是没有用的 知道吗 没听过一句老话吗 人为刀阻 我为鱼肉 要想办法当刀阻 而不是鱼肉 说得对 家住 你走 我就一直有 什么 你走 我 你走 我 你走 你走 我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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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来 我 杨茜茜 最后一把 三哥 我看你今儿手气好像不是太好啊 要不咱们赶紧再玩 你费什么话 你玩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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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脖子 算了 我跟了 想什么呢 算了 我这 我 我跟 来 下注 下注了 我说你做梦呢 开牌吧 你等会儿 老爷 亮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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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三哥 厉害呀 连我都被骗了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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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玩 看不出来 挺聪明的 我 我这都是小聪明 不会牌 二姐 那什么呢 我 我 我也先走了 别呀 再玩会儿 我请客 借我账上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得了 谢谢啊 来 来 来 诺叔姐 想怎么办呀 交给老郑 当办案经费吧 不用了 跟我这儿吧 这活儿好啊 早知道不干警察了 你以为这种事 天天都能遇着我 三哥 真是什么意思呀 你说呢 是不是又看不出来呀 和二姐合伙骗我 跟二姐合伙骗你 我今儿第一次见二姐 放屁 你没来的时候我一直有 你来了我怎么开始输 为什么呀 为他什么呀 你是不是不清楚吗 不清楚吗 不清楚吗 住三 跑不了了 你操控了 他们以为谁呢 这不是一群 家里村干死队友啊 就你们几个小混 还想干抢劫的事是吗 那是没有人收拾你们 爸 他们一块 一块呗 袁冼 报警 警察 我找起来 警察 团队 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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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他们两个破烧火棍 就以为自己辱里好汉了啊 这一首歌怎么唱的来着 没有人能够随随便变成功 知道吗 别动 怎么着 干吗 来啊 我命真好 走 咱怎么着 撤吧 还不就说清楚了 带着他吧 走 行吧 起来起来 赶紧起来 你踏着他行吗 起来起来 起来起来 快行吧 快点快点 这边 这边这边 快点快点 快点 李刘菲 我帮我来看看你们 来来来 快进去 快进去 来 来 坐 好 怎么样 伤好点了吗 没啥事 皮外伤 那天晚上幸亏你们把我背过来 我 是来跟你们道歉的 道歉 为什么呀 之前旅馆被抢的时候你们不在 然后我找他算账的时候吧 你们也不帮忙 我还以为 你们背地里有什么勾结呢 我就是觉得啊 你那么做太草率了 是 是 对不对 你知道 旅馆被结除了我们以外 还有谁没受损失啊 除了我和你们 好像也就是冯哥了 冯哥 对 平常大家都管他叫二马哥 平时挺少露面的 他说做什么生意呢 他应该算是四海旅馆的老板了 然后还做一些净出口贸易 好像还投资一些什么其他的产业 人家的境界跟我们可不一样 做股行商 我们还是满大街跑的行商呢 人家都已经做股了 天天在屋里坐着 是吗 对 您好 您叫谁 请问您是冯哥吗 大伙都叫二马 大名叫冯彪 您好 我是新来的岛爷 我姓陈 您就管我叫小陈就行了 我特地来拜访您一下 这么客气 谢谢你啊 你找我有事 我这位听说 您围棋下的特别好啊 正好我也是个奇迷 所以啊 想来跟您切磋两半 那进来吧 谢谢啊 小陈你不是来找我下棋的吧 不好意思啊 我这技术太刺 让您见效了 下围棋啊 看着不只是水平 冯彪 赶紧说实话吧 我来找您呢 其实是想跟您请教一下 你说 我这不刚在国内辞职嘛 到这儿来做贸易 说实话 这心里边是真没底 这不听说您在这边经商这么多年 生意做得特别好 我就是想来问问您啊 对我们这些晚辈 有什么建议没有 做生意啊 就是两条 一个是勤奋 一个是诚实 你两条做到了 自然是越做越好 对对对 您说得太对了 但是我觉得 要想能 住上这么大的套房 光凭这两点 这一会儿 恐怕也很难吧 小辰 我做生意可是勤劳本分 如果您想学邪魔外道 我教不了你 不不不 我跟您误会了 我不是那意思啊 我 我说实话 我真的是特别佩服您这个 生意能做这么好 就是想跟您学学 那就好 其实啊 刚开始我跟你一样 后来呢 慢慢地就找着门道 明白 您这么说 我这心里边就踏实了 小伙子 做生意啊 要学会妥协 不光是做生意 人啊 任何事情啊 都要学会妥协 可不是吗 您说这俄罗斯 也并活马乱呢 不妥协行吗 不是 姓陈那小子还和二姐 是不是你活的 这我可说不好了 你不会猜一下吗 三哥 这事恐怕不能猜了 要不咱去四海旅馆把他绑来 问个清楚 那小子对我来说 无所谓 我现在担心的是 他们连二姐都还是玩心眼了 二姐之所以成为二姐 不就是那一套吗 拉拢人心 其实咱也可以 什么意思 三哥 其实你别那么傲气 学学二姐 你也能跟他一样 没必要怕他 我怕他 你想让我让我谁啊 眼前不就那么几个人吗 想想不就知道 谁对合适了 对了 风哥 前两天 看着那帮劫匪打进旅馆 您这儿没受什么损失吧 我这房子比较偏 可能他没顾着上 那真是万幸 前两天正好我也不在 我也躲过这一街了 该你了 我觉得吧 这帮劫匪对这儿是熟门熟路啊 很可能咱们这住店的人里边 就会跟他们认识的 小串 你辞职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这职都死了 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就是对我们以前的领导 看不顺眼呗 好守护事 等一下 在我仅盯着朱瑟他们的时候 我不知道 原来我也被人盯上了 而且 我觉得这个人不像是个导业 为什么 我隔了他半天 他在批发市场到处转悠 可是从来不和俄国人说话 倒是和所有导爷聊了个遍 会不会是导爷中间的二道贩子 他刚到没多久 按理来说没这路子 除非 他跟朱三说不清什么关系 要不 他跟朱三一块儿骗了咱们 要不 他把朱三给骗了 对对错了错了 耍来痞呢 对对对 干嘛呢 不是营房子营地 咱们不是营呢 我其乐 这也没 你们俩先别像 我像 我们开个会啊 我今天啊跟风彪聊过 凭我的感觉 他肯定是有事瞒着 可这二马哥要是不张考 咱们也没法逼他 要不咱把身份给亮明了 不行 咱们现在还不知道他跟杰菲那边有什么关系 这么做太抱歉了 还一个这孙老师 看见我跟浩子家猫似的转身就走 那天我行的在那个楼梯那偶遇一下 脑袋还没伸全 那看着我缩回去了 孙老师知不上 那还得找李平啊 我跟他搭过会儿 但是他反应得很平静 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 他越是这样吧 我还真就不好再往下接着他了 不如直接问他 不行 这种事对女性受害人的伤害太大了 咱们最好别死一趟 那这事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他和孙老师跟没事人似的 便宜了谁啊 老程 咱们的工作是维护正义 你说如果这个正义是建立在 受害人的痛苦之上 那还是咱们想要的正义吧 太鲁马了 太了 反正我觉得这事吧 一定不能拖太久 时间一长了 可真就翻篇了 所以我在想啊 最好是能找个女同志 来跟他搭话 那什么 宋玲怎么样 可以啊 就认识宋玲 那怎么介绍啊 这边是康哲国女朋友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什么可以 不行 你别说是我女朋友 你说她女朋友 说我女朋友干吗 你不单身吗 不是单身 你让她怎么去跟 里边搭话啊 不是我那个是单身 但是这个宋玲 跟我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 真当你媳妇来就该 那我还不干呢 反正可信度不高 你就说是她吧 那你行吗空间 我 行行 没问题 反正不管怎么说 咱们得赶紧找人去执政 这次不能再让朱三 就这么逃过去了 这些受害者吧 本来都有点群情激愤的意思了 可一看刘飞被打伤了呀 一个个都不敢说话 全锁回去了 跟你这是灰气 真的 对吧 这么多货 哎 哎 姐 我来帮你 谢谢啊 姑娘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啊 我今天刚来的 你也是来做生意的 不是 我是来这儿留学的 今天来看我男朋友 你男朋友 是哪位啊 哎 孔杰 来了 快快快快快 方姐把货都拿到屋里去 行 行 谢谢啊 喝口水 谢谢姐 谢谢姐 你不是怎么认识的啊 嗯 我们俩啊 都是从北京过来的 朋友一介绍就认识 那你们认识没多久啊 其实就这两天 我们两个 是一见钟情 这小伙子老实厚的 肯定能保护你 就他 他连话都不会说 会说话才不叫真本事呢 姐 你呢 你结婚了吗 我离婚了 离婚了我才说得不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 所以才问的 没关系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姐 我从国内 带回来一些罐头 有红烧肉的 红烧鱼的 一会儿拿过来咱们一块吃 那我怎么好意思 打扰你们小两口啊 没事姐 这怎么能算是打扰呢 我一见到您 就觉得特别亲切 行 你们要是愿意 我当然欢迎了 姐 我还想好好请教您 怎么做生意呢 我们现在好多同学 都在干这个 我也想赚点外快 行啊 你要有时间就传过来 别的我不会 做生意还能跟你说两句 行 陈队 怎么样 她说了什么吗 你看她挺坚强的 我试图问了一下 她的生活状况 她也能正常交谈 装作什么也没发生 对吧 你问我干吗 我一句话都没说 你本来就不会说话 还老想讲我话 你仔细想想 我说过一句完整话 你是不是差一点就说错了 我打 行了行了行了 你们俩别吵了啊 只要能跟她戴上话 就有希望全她开口啊 哎 宋霖奶奶 朱光 这个孙老师出门了 咱跟吧 跟呢 那走吧 我去吧 你们仨吃饭吧 正好桌上还有那个 宋霖早上带来的罐子 哎呦 那合适吗你去 我来吧 合适吗 你看你吃吧你 宋霖拿罐子来了 吃吧 好吃 我刚才啊 我等我去最后 那等我 太联名了 来吧 你看我 你现在不能跟他去 你对我 还有另外一个呢 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花开堪折直须折 知道什么意思吗 那意思就是说呀 到了该出手的时候 就出手 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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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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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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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走开 干什么呢 都跟你说话呢 聋了 我没听见 三哥 要我来这地方真不错 怎么了 心里憋屈 什么 心里憋屈 为什么呀 明知库问是吧 偷渡那事你们都瞒着我 三哥 话也说清楚 从头到尾都是别人的 绝命啊 我就是一参与 我知道 苗永林 二姐 话说我对二姐对你是真的 狗屁 都他妈假的 那他捞你出来是真的吧 又对我问你 你觉得二姐对你仗义吗 这么说吗 二姐 来钱的路的我啊 我就想多转你借 实话 实话 我最近也有个来钱的路子 想不想参与一下啊 你怎么待って 你怎么会帮我 你怎么会帮你 你怎么会帮你 应该帮你 你怎么会帮我 当然 好 你怎么会帮我 就你一直在我 你怎么会帮我 说是什么 你怎么会帮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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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